紅龍喔 不是紅龍 那應該是白龍喔 它似乎是白龍 欸 過來了 哇 你看那個 袋鼠的手 很爽 他們肌肉的大腦 很爽 想出去嗎 面對他們來講應該什麼 欸 要出去了嗎 I believe I can 是嗎 是這樣唱 I believe I can ride I believe I can ride 想了一下 還是不想出去 就是開掉 他在找什麼呢 哈囉 哈囉 你在撿什麼吃啊 髒髒髒的 不要啊 不要啊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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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馬先生還是小姐 你應該贏到那前面一盒 睡覺 走到角落去 那裡比較溫暖 因為角落有90度 熊也喜歡 熊也喜歡 熊也喜歡90度 郭宇你要說熊也喜歡摸起來 熊也喜歡90度 這裡也一隻熊 熊龍 不是熊龍 那應該 那應該是白龍 他是不是白龍 熊龍 嗯 嗯 熊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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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看什麼 看那麼高 哇 好可愛喔 老婆說這個叫 為什麼 跟老婆說這個叫 瞎笑 在這裏 馬妻 ube 很厲害 哦 嘻 哇 接下來玩 下來玩 下來玩 喔 噭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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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屁 下來耶 只有你是邊緣人 喔不對 邊緣人 那一隻更邊緣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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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一隻 最邊緣的細鵝 最邊緣的細鵝在這邊 是看到北極線 這種感覺是已經 已經有點 玩到自閉了 沒事的走來走去 它走路的方式幾乎都一樣 出來的根本是真的 它只是一台機器 這樣定期這樣 每天給它RED個 一千四一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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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走走一點 在那邊就停下了 已經逼著走了 逼著眼睛走一走 這真的很像個VC 已經設定好了 在那邊走 還搞不好 走一千五十五 走走一萬次 走走 快走 有崖 不然 過程 這個是北海道的一罐拉麵 很重的蝦味 來喝一口它的湯 湯很好喝,不過有點油 還是油的話,可能會不習慣 半熟蛋 這個其實不在行程內 是導遊推薦我們的 特別坐計程車來 嗯,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要好好學習一下日路 它的菜單 要不是有特別注意一些關鍵字 真的看不懂 它的湯頭其實有三種 普通的特調的 還有一個不知道什麼花頭 日文看不懂沒辦法 聽說台北101也有一罐拉麵 不過,導遊說味道差很多 我是沒試過啦,不過這裡真的好吃 喔,叉燒好軟喔 我沒有想過,叉燒跟蝦的味道這麼好 這裡的店員基本上都是穿 穿短袖 那這邊暖,暖氣開得很直 然後又在很熱的地方一直工作 這裡真的太熱了 你看我們變情女裝了 脫到變成情女裝了 我本來是穿兩件外套的 這麵可以選粗的或是細的 如果想要那個麵 可以吸更多一點湯汁的話 應該是細的比較好 乾粗的也很好 我跟老婆都是點粗的 我們現在是在 不知道幾點 好像三點多 三點半來 其實已經沒什麼人了 同團的人跟我講說 用三時間來排隊排得很誇張 所以就想說 反正是旅行也不用照著時間來來吃 而且旅行最重要的是 不要有多餘的時間 等在排隊 所以就在三點多的時候來吃 幾乎沒排到什麼 我們後面的等待區基本上也沒有 我們後面的等待區基本上也沒有人 然後看有什麼份 這裡是它的麵口味的種類 還有湯口的種類 一份的話780日圓 加麵的話加110日圓 第一次到北海道這麼冷的地方 算是領教了 這種這麼冷的地方 他們的暖氣真的做得很好 你不要說像這種店 就算計程車的話 那個進去整個溫度也是不一樣的 今天下午後來逛了比小路 然後到晚上 現在大概7點多吧 其實我們都沒有真的照晚餐時間吃啦 現在我們到了王將 聽說這裡的煎餃很有福 我們就點了兩份 還有老婆吃的玉子燒炒麵 我先講一下煎餃的部分吧 我覺得有一點失望 並不是說它不好吃 王將的煎餃是好吃 但是就是 普通的好吃 因為剛剛我跟我老婆稍微討味一樣 他也覺得說 餃子就算好吃的話 應該用料差不多是這樣啦 大概也是有一個極限 我這麼說好了啦 這個煎餃 我自己個人感覺 我覺得還輸我們台灣的 八方運 這種算平價美食 但是它的醬油 如果搭配搭 餃子的那個獨特三醬的話 我覺得有稍微剩八方運 一點點 主要是蒼鮮啦 所以 如果以後沒有其他巧合的話 我應該 應該是不會再吃了 因為其實以前我在 桃園的台茂也有 也有吃過一次 那次真的覺得不怎麼樣 不過我覺得 台灣的王將跟 日本的王將水準 應該是不一樣的 當然你要我說的話 這裡日本的王將 餃子一定升過台灣的王將 升過好幾倍 但是我覺得 這種程度的話 我們平常 路邊的八方運也是海優龍 其實都不輸他 多多支持台灣品 老婆吃 炒麵 我以來吃一點 你覺得怎麼樣 還不錯 還不錯 吃吃看吧 應該說 他的炒法 我炒法應該是一樣 我想可能是用的醬吧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那個醬油 那麼 一丁點的那種椒味 但是我覺得這個椒味帶來的是 香氣 會要麵變得更香 所以這個真的 麵真的不錯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吧 唯一的香 那我吃這個豬肉 其實這裡的餐點是好吃啊 只是 餃子這一部分 我是真的覺得 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 當然每個人的口感不一樣 也許有些人 覺得這邊 很好 反正如果有來日本 然後剛好又遇到王將的話 可以試試看 但是我建議 先點一人份 真的很難 我實在最佳 OK就這樣